大家好,我是大野猪,一起来看看野猪最新收集的资讯吧!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官方允许内的前瞻直播内容预热展望 希望对大家未来的游戏规划有所帮助 首先,根据以往规律的推算 3.0版本前瞻直播大概是在8月12号左右 直播时间一般是晚上8点到8点40 届时会送出300元时兑换码 大家可以关注野猪我,老粉都是知道的 我会第一时间把兑换码发在动态 野猪希望每一位关注野猪的朋友都能拿到这300元时 并且还会带来几分钟的总结视频和整个版本的元时计算 接着是3.0卡池的角色 首先官方已经公布了提纳里、多利、克莱 他们是一定在的 至于复刻的角色 根据我们的分析还有网传消息 很可能是钟离干雨 所以3.0的卡池有可能就是这几位角色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把想要复刻的角色打在弹幕上面 让官方可以看到 也许过段时间就复刻了 有新的五星角色就有新的五星武器 3.0应该会有一把非常适合提纳里的新武器 这里朋友们可以先为自己喜欢的角色和武器积攒一波欧气 反正三连是免费的 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这些角色 投币的朋友出他们的专舞 三连关注的朋友 满命满金把他们全部带回家欧气满满 感谢大家对野猪的支持 谢谢 然后根据原神每个版本赠送四星的规律 2.8送了角色 3.0应该要送武器了 接着就是3.0的内容了 官方已经发布了三个虚米短片 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到新地图 新的神童 新的怪物 新的风景 有太多的新东西让我们去探索了 这么大的地图肯定会有很多的挑战和宝箱 原始肯定少不了的 大家的肝又要努力起来了 还有这么多的新怪物和小动物 虚米的材料掉落和之前也不一样 相信一定很有趣 开了虚米这个新国家 自然会有新的天赋书 还有新的跟草系有关的圣遗物 然后虚米肯定会有新的周本boss 因为蒙德到期离月都有两个嘛 另外3.0应该是没有新时装的 毕竟2.8才刚刚上架了两件 新的国家肯定会有新的任务 新的美日 新的传说 新的邀约 还有新的主线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把任务清一下 免得到时候任务太多了 做不过来 然后3.0很有可能会复刻逐月节 所以活动是肯定少不了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3.0的到来吧 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点赞三连 关注的朋友 都能凑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关注野猪 让您不错过任何一颗原始福利 还有各种资讯